要使用小程序 那么我们首先肯定第一步要去注册一下 我们的小程序 把我们的小程序相关的信息都要完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流程是如何的 第一步 第一步其实最好是要有一个公众号 可以有个人的也可以是企业的 那么最好是一个 如果说是公司开发 肯定是有一个认证过的企业是最好的 如果说没有公众号 那你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有的公众号 有的小程序是需要用到支付 那么用到支付的话 那么有公众号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也没有问题 然后就要有一个邮箱 这个邮箱是1比1的 就是一对一 因为一个邮箱只可以注册一个小程序 任何我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下面一个 我们在注册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对小程序的相关的信息进行完善 那比如说小程序的一些名称 头像包括它的介绍以及类型 我们都要去做 另外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开发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团队 如果说是一个人开发的话 那么我们使用默认的管理员去进行一个开发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团队成员需要绑定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 首先这个是小程序的网页 如何去打开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搜一下 微信小程序 官网 然后我们搜索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 不是这个API小程序 API小程序是里面相关的一些接口和API 所以说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查看详情 这一块是小程序对吧 我们把鼠标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我们点击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刚刚那个页面 就是我们小程序的页面给打开了对吧 这个我们刚刚说过吧 是我们的一个扣下来的一段话 然后它可以支持很多范围之注册 比如说个人企业 政府媒体和其他组织 那么很早以前是没有个人的 个人也是后面才开放的 好这边还提供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开放文档 开发工具 设计指南都有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注册 这边由于我们目前是 我现在已经是注册过了 所以我这边就不再注册 这边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可以看到每一个邮箱 它只能注册一个小程序 这边是需要去大家注册一个邮箱 然后再填用一下 但是需要注意啊 这个邮箱的话是没有被公众平台 甚至是其他的开放平台所注册 也就是说啊 这个它是需要去重新注册一个 然后密码也是需要验证码 然后同意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会弹出一个框 让你去进行一个微信号的一个绑定去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 然后你会收到一封邮件 让你去进行验证 验证完了之后呢 它会让你去选择你是一个个人的方式 还是企业的方式 那你到时候去选择个人方式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我不做演示 由于是我们这边已经有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点击这个密集登录 登录的时候是需要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奥尔码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扫描 好 现在手机上已经扫描 扫描成功之后 然后我们确定登录 可以看到登录完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需要完善我们的小程序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叫做什么 小木短视频 我们是以一个短视频为主的一些应用对吧 如果说一开始进来 这边会让你去填写信息 那么信息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小程序的名称是需要去填写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名称 另外还有一个logo 这个logo我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 短视频的logo 需要注意这个短视频的logo是 144乘以144 这个是小程序的一个号码 这个是只可访问线上版本小程序 那么现在应该是还是不可以的 然后相关的东西这边都有 因为是个人号 所以说是不能去认证 服务内幕是我们是所需要注意的 我们服务内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 因为我们是属于新视频类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幕下 大家在自己去做一个填写的时候 这边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你是做了其他领域的 那么这边要去额外的进行选择 可以看到这边都有 然后还可以添加额外的一些东西 这边我不再去做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如何去设置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然后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就是这里 我们需要去对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去进行添加吧 对吧 点击 点击之后 由于我们当前这个事就是我本人 然后管理员的话是直接可以去用的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团队的话 那么其他的团队成员 那么通过这边进行编辑添加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扫描一下 我们来扫描一下 我们在这里扫描 那么扫描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添加一些其他的开发者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这个开发者 是可以添加人数是 添加15个人 因为是个人 如果说是企业的话 添加人数好像是应该是20个人 然后这边可以给他们打勾 可以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权限 这边的话只要把他们的微信号输入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又因为我本人是管理员 所以就那个了 这边我这边微信号就不输了 然后其实他还是有一个帮助的文档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流程 他在这边有一个介绍 这边的介绍里面就是如何去注册 和使用我们的小程序 这边会有一个产品定位以及介绍 我们刚刚所说的 然后这边是注册并且登录我们的 这个小程序账号 然后在这边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看 这个是选择账号类型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然后邮箱和密码 计划邮箱 然后就是要填写我们的主体信息 主体信息就是什么 个人企业 这边自己是企业 如果你们是企业的话 那么就去选择企业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上面看 这个是主体类型 18岁以上我们就可以去申请 那企业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 必须要去注册公司 或者说用自己公司去注册就可以 也是一样的 这边是一些主要的流程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 微信认证的一个入口 这边我们刚刚也说过了 然后这边是填写管理员信息 管理员信息的话 在你一开始注册 如果说是使用个人的话 那么你一开始就是一个管理员 好 这边到这里是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注册的流程 他这边是企业 企业的话是需要打入一些钱的 那么这边过一边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里是登录以后 我们要对我们的小程序的相关的信息 进行一个完善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也是说过了 这边小程序信息完善 这边要添加开发者 这边都有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服务的内幕 就是领域 根据不同的领域去选择 那我们刚刚选择的是一个属于工具吧 在下面这边工具 工具里面的音视频类 去选择就可以了 这边是绑定开发者 然后这个绑定开发者 是按照我刚刚说的去做 这边的话他已经是比较老的 这边他可以说是最多绑定是五个开发者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是已经是15个对吧 他这个是以前曾经的一个绑定的流程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APPID 这个APPID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用的 我们在后面去进行一个 Hello World创建的时候 我们会来说一下 好OK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如何去注册我们小程序的一个流程 以及我们如何去添加一些管理员 那么官方的文档也是有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一下 这里面也是写的比较详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